嗨大家好,我是肥波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的是 我的東京拉麵圖鑑各大配系通知特輯實選 那由於東京拉麵選擇實在是太多 所以我們這次就會鎖定各個地區 塔貝路排行榜前三的拉麵店 從一級站區池袋秋衛園 到遊客滿滿的上野銀座跟澀谷 甚至是相當比較遠一點的王子站附近的都有 絕對會是你各位拉麵愛好者的必收清單 好的,那我們就不要廢話,直接開始! 好,各位觀眾朋友,接著下一站 我們就來試一下池袋地區 在塔貝路上的榜一拉麵店 它就是麵屋葫蘆 整體呢,做一個非常特別 輕鬆悠閒夏威風格路線的拉麵店 那我點的呢,就是它的醬油soba 然後你只要點拉麵 它都還會再附上一顆span的飯糰 剛才在等麵的時候已經偷吃了一口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它的麵體騎手 走這種細麵路線 然後呢,還有再搭配上滿滿的綠豆芽以及筍桿 我覺得日本這邊的厲害的拉麵店都有一個共通點 即使它剛投色則看起來很清澈清淡 但你純細麵就可以感受到非常突出的存在感 除了適當的醬香堪甜之外 感覺又多了一點 類似柚子的風味 真的就是輕而不淡 同時呢,可以感受到很明顯的風味層次喔 我們配上它裡面的綠豆芽試一下 配上綠豆芽一起吃 清爽感呢,真的就是再度提升 同時呢,又會再補上一點脆脆的口感喔 最後呢,就以它的叉燒作為 屬於這種幾乎要瓦解,非常易碎的感覺喔 雖然說只有一小塊 但是整你的爽度,絕對是很夠的 不是靠它的油脂香氣來征服膩 而是透過它的調理方式 讓它有非常軟綿易碎的質地 最後呢,就以我吃了一半的spam飯糰收尾 因為裡面都還有再加入一點醃菜 所以說吃起來就不會說過乾啦 同時那種醃製的香氣 可以很有效的跟這種關裝火腿的鹹味 達到一個平衡喔 好的各位,總結也呢,麵霧葫蘆 想要感受這種清爽氣 海桃風拉麵的話,選它準沒錯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我們看看我們 好,這裡是各位的朋友清爽氣的拉麵吃完 我們就來一點濃厚氣的味噌拉麵 它就是為了在池袋東口這邊的麵糊花田 塔本路評分高達3.73 位居池袋的榜二 那我覺得呢,就是肉量最多的版本 除了滿滿的豬五花叉燒之外 還有灑上滿滿的蔥花以及一顆溏心蛋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吃 首先呢就來清除一下表面的珠五黃燒鬆 夾夾也是非常容易以碎裂開來 相當易碎的質地 感受一下 單論叉燒的口感 相比前家葫蘆 我會投他一票 瘦肉的部分依舊是非常的軟眉易碎 只不過呢因為他用的是五花嘛 所以說那種油脂的綿密感 還有油香風味呢就會更加的突出 紅石呢又會再補上一點 好微微的甜味醬香喔 叉燒吃完呢我們個人可以來進攻麵集 而且他跟那個鬼晶棒一樣 豆芽好像都是現場快炒的 要不就是麵的Q度小感 想要超會出麵集就是很難啦 同時呢又再補上它裡面的筍乾啊 輕鬆化的一點脆度喔 同時你吸入口中 在濃厚的味噌香之外 是可以感受到非常顯著的甜味底韻 不是那種大胃路線喔 所以說入喉喝起來是很舒服的 最後呢就以他的唐辛蛋收尾 好的各位總結也呢麵屬花甜 絕對是你各位在冬天想要感受一下 暖心軟味味噌辣麵的優質選擇 濃而不過頭 喝起來風味是很順口的喔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摔摘 HELLO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連續三年都獲得米其林推薦的拉麵名店 它就是QGURU 塔貝露評分高達3.87R 位居秋野原地區的榜一 那我點的呢 就是它的特質鹽味拉麵 目測應該是烘烤的番茄搭配上鴨胸 以及豬肌叉燒 最後呢就是餛飩跟小肉球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說它的麵體起手 看起來比一般的細麵又稍微再粗一點 日本這邊這種比較清爽鹽味的拉麵 真的都是乍看之下清爽 喝起來呢是可以感受到很明顯 它那種乾醇鮮甜的湯頭肌底 補上點鹽味的鹹香給它中和一下 而且因為它還要再附上點 類似特質的蔥鹽醬 所以就可以讓它整理的風味變得更有層次喔 再來呢就是一下它的叉燒 看起來總有四種肉 感覺每一片都是相當的粉嫩啊 有點像是這種酥肥系的 煙燻鴨胸叉燒的感覺 瘦肉主義的口感是相當軟嫩 當你嚼到它的皮那種油香薛香呢 就會釋放出來 毫無一個問題就是我吃過 前幾滋潤軟嫩的這種酥肥系叉燒啦 再來一個番茄乾搭配上的雞叉燒 吸收湯子以後看起來那是相當滋潤 你把它的番茄咬爆 你就可以感受到非常顯著的酸甜香氣 讓它整體鹽味的湯頭基底 變得又更加的清爽喔 最後呢就以它的混沌配面說 好的各位 總結業呢 KyuGuru 今天來秋元園 估計會吃不少家拉麵店 我們就先從綁藝 然後依序吃下去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站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午餐時間 我們就來試一下 位於在秋元茄雅站附近 開在高下橋下的拉麵名店 它就是Mendugoro Honda 其實跟我們第一間拍的那家KyuGuru一樣 塔比路評分都是3.87 並列秋元園地區的榜一喔 那我點的呢 就是它的特製醬油沾麵 然後呢 再搭配一蒜碗肉飯 絕對是我看過肉量最多 切的最大塊丁的叉燒飯 但是呢 它只需要300円而已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可以吃 那我們首先呢 就是拿沾湯裡面的叉燒起手 看起來就是這種 帶皮雞腿肉 跟豬叉燒同胞喔 個人覺得它單潤叉燒的口感 充分可以說是我目前 來東京拍的幾家拉麵店裡面 個人私心最愛的 帶皮雞腿肉軟嫩感十足 同時呢 又會再補上它外皮的油脂香氣 搭配上它這種不會鹹過頭的 魚介醬油肌底 那真的就是相當和諧啊 我們把它的沾湯吃得乾淨一點 再想用它的麵體好了 而且你吃得出來 其實它的豬叉燒是厚切的 軟嫩感還是很夠 同時在油香風味之外 又會再補上一點煙燻的香氣喔 好的 我們的叉燒吃完 終於可以來享受它的麵體 看起來比較偏這種 扁平感的路線 這樣講好像有點奇怪 毫無疑問 絕對是我目前來東京 吸起來最容易 咕嚕滑順的一口 而且呢 即使它扁歸扁 整體的Q度還是很夠的 同時呢 又包裹上它這種 不會說濃過頭的湯頭基底 那真的就是滑溜感十足啦 在下面休息一下 現在就來爬一下它的肉飯 看起來就是有雞有豬 然後再灑上點七味粉跟青蔥花 即使它是走這種大塊切路線 但老實講 絲毫不影響它的軟嫩度 不過整體吃起來就偏乾爽了一點啦 主要呢 還是感受這種大塊切的優質口感 好的各位 總結言呢 麵道庫洪達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乾淳吸的醬油湯底的話 選它是沒錯 而且有比以往常見的粗麵 吸起來呢 真的是更加的帥氣啦 來到秋原呢 充分可以來這邊嘗試一下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站 好 這個觀眾朋友 下午茶時間 秋原在地的拉麵名店 再來一發 它就是青島食堂 相比我們早上拍的其他兩家 他們家呢 真的是走一個復古風路線 而且主打的可是來自日本新系的 生薑醬油拉麵 那我點的呢 就是肉量比較多的青島叉燒拉麵 滿滿的筍乾配上叉燒肉 但是我最期待的呢 當然還是它的湯頭基底啦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就連湯袋麵來竖個一口 究竟生薑醬油口味的拉麵 是什麼感覺 感受一下 醬型味可能有點小奇怪 一口下去 其實它湯頭的風味 有點像是我媽魯的控肉 有一種很原味淳樸 醬香的甜味 搭配上點促心的醬味層次 同時呢 即使它是這種清爽型的湯頭 你還是可以看到一點適當的油脂感 漂浮在表面 包裹上它的麵體 就會讓你吸起來更加的滋潤滑順喔 充分可以說出我目前來東京拍過 外型看起來最不華麗 但真的會滿想二刷一下的拉麵店喔 叉燒肉吃起來 不能說是特別軟嫩 真的就是正常發揮的感覺啦 很明顯的不是打算用叉燒來征服膩 而是用獨特的湯頭風味 乾醇醬香 帶點完全不嗆的醬味體液 吃起來那屑子是相當對我的胃 最後呢就來個海苔配叉燒收尾 好的各位 總結也呢 星島食堂 充分可以說是我們今天秋元人特輯 三家拉麵裡面 個人是已經會特別想要二刷一下的 有種很簡單的純樸 但是又很有個人特色的感覺啦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四股這一地開了有六成的老字號拉麵店 它就是中華麵館喜樂 相比我們拍過的一些比較華麗的拉麵店 他們家呢 真的就是走一個經典純樸路線 那我點的呢 就是它的叉燒混沌拉麵 醬油系的湯底 搭配上滿滿的豆芽菜跟高麗菜 一碗一千一百円 這個用料呢 這整體實在呀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就從它的麵體起手 非常經典的這種出麵路線 入口第一個感覺 相當於Q 其實我比較偏這種 緊實的口感 屬於這種硬度相對突出的出麵 同時呢 又是在補上它裡面的豆芽菜 脆脆的口感 重點是湯頭本身那是相當到位 有點像是在柴魚的鮮味之外 補上點醬油的甘甜底韻的哦 再來呢 就是它的蔬叉燒 這個厚度那是相當優質啊 相較之下 叉燒本身呢 就客氣了一點 比較偏這種紮實口感 只有在它油花比較突出的地方呢 才會鋪上一點Q度 可能吃的還是一個爽度厚切 很大片的快感啦 再來呢就是一下它的混沌 麵筆算是蠻大的哦 難得吃到一間拉麵麵的混沌 跟我們苗栗的其實蠻像的 在那種豬肉的油香之外 補上點無香感 跟它這種乾脆麵筆的醬油湯底 結合在一起那是相當的和諧啊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 真的還是一個CP值取勝啦 滿滿的豆芽菜叉燒跟麵體 好的各位 總結言呢 中華明天喜樂 如果你各位來到澀谷 只要模擬一下 附近上班族 平常都在吃什麼的話 選家族沒錯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站 好 好的 各位的朋友 首先第一站 我們就來試一下 上野這邊非常行的拉麵名店 它就是鴨土蔥 主打的可是相對小見啊 純粹用大蔥跟鴨子 還有水所熬出來的湯頭基底 你真的是如果它的店面 就可以聞到非常顯著的蔥香甜味 那我點的呢 就是肉量比較多的 油風鴨肉拉麵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它的鴨肉起手 色澤看起來它是相當的粉潤啊 感受一下 一口鴨肉配上一口鴨湯 這個組合那絕對是相當的完美 不過重點是 油風鴨肉那絕對不是交假的 真的就是走一個極度軟嫩的質地 而且你是感受得出來 它的湯頭基底 真的是有非常顯著的大蔥甜味的啊 我只能說啦 擔任個人喜好 也就是我目前來東京拍到 會特別想排一下的拉麵店 真的就是很簡單淳樸 蔥甜味跟鴨肉的油脂香氣喔 我們搭配上它的烤大蔥來試一下 日本的大蔥那真的就是真低甜啦 而且你是感受不到任何的那種 蔬菜的清脆度 已經是醉煮到非常軟綿的質地喔 我們來一個青蔥花配麵 相比它大眾的甜味 青蔥花呢就是補上一點鮮脆感 最後呢就以油風鴨 搭配爽拉麵的收尾 這一家那確實是爽喔 好的各位 總結言呢 拉麵鴨土蔥 絕對是我這次東京來拍的 十幾家拉麵店裡面 個人私心前三推的 來到上野呢 充分可以來這邊嘗試一下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一站 好這個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新素菜的非常行的沾麵的名店 它就是鳳鴨兒 連續五年都入選塔貝露的百名店 必須來給它朝食一波 那我點呢就是它們家的招牌 特質沾麵 雞湯我記得基底搭配上滿滿的柴魚粉跟海柴 然後呢它的筍石跟叉燒肉塊 都已經在沾湯裡面待命了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可以吃 那我們首先呢 來感受一下它面體的魅力 走一個出面路線喔 究竟是為何 快要三點還是客牌的狀態 幫各位好好的感受一下 但入口感的部分 那就是Q好Q滿 不過以冷靜客觀的角度來講 在它們風味那絕對是熟悉的 最先感受到呢 真的就是一股熟悉 且濃厚的魚介鮮味 同時呢又帶一點雞骨的底韻 比較特別的是 它裡面有很多這種蔥絲跟筍乾 所以說呢 就可以在MIC的Q度之外 補上一點脆脆的口感喔 我們配上你們的叉燒肉塊來試一下 不過感覺已經有點瓦解掉了 連麵帶肉配筍乾入口 它真的就是有脆有嫩還有Q啦 對我來說整體吃起來 就是一個濃厚系的雞湯 可以沾麵 然後呢在口感上更加的有層次啦 好的各位 總結言呢 如果你來到新宿想要感受一些 道道滴滴的濃厚系沾麵的話 選它准沒錯 雖然說我個人這幾天吃下來 還是對於那種清爽系的 比較有戲劇 他們現在呢真的就是一個 降底跟口感上的直球對決啦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接著下一站 我們就來吃一下位在JR王子站附近的 拉麵餅店 KINGELSEMAN 應該是這樣也沒有錯 塔貝哥評分高達3.8億啊 必須來這邊給它朝聖一下 那我點的呢就是全家大綜合的白湯拉麵 豬雞混沌各額 搭配上粉嫩的豬叉燒以及糖心蛋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首先呢 等一下從它的面裡起手 感覺比較偏重寬扁路線 你各位不要看它的湯頭色澤清淡淡的 香氣風味是非常的顯著 在那種手機的魚介香味之外 補上昆布獨有的韻味 同時因為它比較偏重不規則感嘛 整體取決起來的那種Q度腳感呢 就會格外的顯著喔 我覺得就是一碗湯頭質地清爽 但是整體風味的特色呢 是很顯著的喔 再來呢就是一下它的豬肉混沌 混沌外皮的口感不會是Q的特別顯著 但是有比於台灣常見的胡椒或是蔥肉餡 它們家感覺多了一點那種香料的韻味在裡面喔 更正一下它不是豬雞混沌 另外一顆走的是蝦肉路線 飽滿跟Q彈間距 同時呢又補上外皮濕動的軟Q感 好的各位 總結一點呢 聽歌Samen 專屬離一些觀光區相對遠一點啦 但是毫無疑問問湯底 絕對是我以往在台灣沒有感受過的 有機會呢可以來嘗試一下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站 好的這個觀眾朋友宵夜時段 我們就來試一下 會在Ginza 6旁邊的拉麵名店 它就是賣於橄欖 連續三年都獲得米其林推薦 塔菲率平均高達3.79 而且很酷的是你待會吃一吃 還可以再加入橄欖油來調整口味 我第一次遇到可以加橄欖油的沾麵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可以吃 那我們首先呢 當然從它的麵底起手 蛤蟆配上這種雞油高湯 真的是相對少見啊 入口第一個感覺 陌生但是相當的到位 在那種蛤蟆的鮮味之外 補上雞油的滋潤包覆感 那它我們出面的口感就是Q度十足啦 吸引起來那是蒸蒜蒜脆 整體我覺得比較偏這種清爽系的風味喔 這個時候呢就加入一點橄欖油來試一下 不曉得沒有嚇死我太重 不過這個光澤真的是很精美 單分風味我覺得油加沒加其實不會到差太多 主要呢還是在口感上 讓整理的滑順質地 有種升級再升級的感覺啦 再來呢就試一下我們的粉嫩豬叉燒 一次三片而且這個厚度那是蒸蒜蒜 屬於這種厚切軟嫩系的酥肥豬叉燒 隨著你咀嚼它肉質的香氣就會釋放出來 跟它帶點鮮味的哈仔雞湯底 結合在一起喔 最後呢就以它的雞叉燒收尾 好的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東京拉麵圖鑑 各大派系通知特級思選 我個人會覺得相對於台灣的拉麵名店 各種高顏值相當好拍的路線 日本比較夯的拉麵店 反而看起來呢會有一種樸素感 但是湯頭喝起來 卻又會讓你感到非常的驚艷 這十家呢絕對是你各位去東京 想來點道地好吃拉麵的優質選擇